看他还能赏什么花园呢 走 太不像话了 谁敢你弄成这样的 你告诉我 小事故 小事故 咱不关心这些没用的事 挺好 我今天想问你 最近咱们公司里 有没有人在言语上 针对我的 没有吧 那些特激进的 不都让您开除吗 你确定吗 相当确定 我现在正式告诉你 有人阴谎 不会吧 按理说像您这么光明美露 仁慈正直的领导 那怎么能有人下得去手呢 我也纳闷了 你说这个人 是不是 三心病狂 绝对三心病狂 是不是 藏不人性 绝对藏不人性 是不是应该每天给他戴上绿帽子 让他再洗刷那个罪过 必须 这活了点吧 对 必须让他每天戴上绿帽子来洗刷他的罪恶 兄弟啊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 一直是忠心耿耿 活你都干了 亏你都吃了 这段时间吧 我还真没有找到提拔你的机会 让老哥哥心里啊 实在是过意不去 不过这次呢 你帮我办理的事 这事如果办你成了 我马上升你的值 让你做副总监 钱总 咱不说副总监的事 只要是您的事 全包到个事 您说吧 好 我要你找出那个因我的人 您真喜欢对着 喂 钱总 有一个访客要见您 哎呀 我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 没有预约的我一概不见 告诉他我再开会呢 是个女的 还特漂亮 会议临时取消 请进 您就是钱总吧 说你呢 回避回避一下 哦 哎 你别走啊 也有你的事 那就留下 那就留下吧 请问美女 本公司有何贵干 是这样钱总 前两天呢 我拍了一部片子 想拿给您看看 哦 这么说 您是娱乐圈的 哎 那请问美女 您的片子 还是什么题材的 看了你就知道了 高清无马 肯定是你想要的 哦 哎 现在看 你们俩一起看 啊 我还看嘛 你 必须得看 哎 水灯 杨天豪的办公室是哪个 在那儿啊 给你们听点东西 这些都是杨天豪电脑里的 你看你都有男朋友了 就别那么兴奋了嘛 那 那可是他呀 谁会不兴奋 你的饮食可以通宵 必须可以 不怕你男朋友不开心了 我告诉他不就行了 哈哈 气氧 别迟到哦 别着急 这只是第一个 杨天豪把你们每一个人都录音了 回头啊 哎 好好讲讲 自己俩破了 哎 不许回头啊 哎 喂 哎是前总夫人吗 哎 等一下 前总 前总 跟着您这么多年 有句话一直想跟你说 说 去你大人的 不许回头 再来 …… 这 loyalty 突然 误会 wen 误会 el 误会了 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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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真的 恭喜啊 那也跟我上来玩 好 拜拜 怎么样 怎么样 公司老总让婷婷第二天就去上班 嗯 白白姐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推销的 不用理她了 够执着的好 就是 我接电话骂她啊 她这是恋爱的表现哪 喂 干吗 你为什么每次跟我说话都用这种态度啊 你少得针进尺 我接你电话就不错了 说 什么事 陪我去个地方 下午三点 天河路西口 我还不知道去那干嘛呢 你替我答应的倒挺快 上一次我帮你结尾 也算是帮你一个忙吧 这一次你陪我去 咱们就算扯平 不许迟到 我不去 喂 喂 这凡人 谁电话呀 就 那个 搞代购的 哪儿啊 代购什么的 法国 香水什么的 我香水啊 正好用完了 要不你给我个电话 我好了解一下 你 就 他们家的东西特别不好 老卖假货 千万别在他们家买东西 我去一下洗手间 好好好 绝对是 喂 我到了 你在哪儿呢 好 孟医生 你这唱的哪一出啊 快开始了 我唱话短说 有一个女孩 要我治疗她的男朋友 她这个男朋友 非常迷信风水星座 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我观察她观察了很久 实在想不出什么方法能够帮她 我就跟她提了 你们有一个真夸小组 那个女孩她想见你 行不行 那你就直接把她带来见我啊 不行啊 那个男的神叨叨的 你还是见了她之后再说吧 如果真的不行 就比勉强 我们才不像你 只会动动嘴皮子 进去吧 进去吧 今天有舒适 你什么 blinking 既然把他的男法 fue我 前程的信徒们 命运再次将你我带到这里 这冥冥之中的力量 会在今天为我们带来新的方向 你说宝贝他不会是来这里约会的吧 我现在也不知道了 我也开始有点担心他了 虽然能够洞悉身边的环境 但却对自身有些信心确实 最近的你常常陷入对他人遭遇的过度感受中 对自己身边的环境也有所不满 嗯嗯嗯 您瞅得太对了 我最近就是这样子 那您有什么样的信物 能使我度过这个阶段呢 你看 你需要的是一种不在乎世俗眼光的勇气 需要的是对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坚韧不拔 就算你想要的东西在他人眼里面是一坨屎 有了 你近阶段的幸运物 就是他皮揣子 每天带着他 你的状况一定会有所改善 拿着 能帮我开个光吗 求求您了 已经开过了 尽情地用吧 谢谢您大师 那边的同学 是不是新来的呀 以前没见过 你们竟然跟踪我 安静 安静 就那位同学 请到讲台上来 我 对 就是你 不要害怕 这位女同学 之前没有参加过我们的集会吗 好 能否告诉我你的生日呢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嫁给我 好吗 好吗 不是 来 你们别跑 站住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俩是同一天生日 我们俩是同一天生日 你好 你好 我叫刘晓矣 是徐阿姨介绍来的 好 不好意思啊 让你久等了 要不 我们先点点吃的 我等你的时候吃了 一会公司还有点事 我们先简单聊聊吧 也好 你 你跟照片有点不太一样啊 那 那是我以前照片了 我一年前生了一场大病 用的药里面全是激素 而且一直卧床休养 所以就变样了 是不是让你失望了 没有 我觉得你现在这样挺好的 你要是加强锻炼 你能跟原来一样 真的 谢谢哦 徐阿姨说你是政府部门工作是吧 我们那儿不算吧 社区工作者 哪好意思把醉教那么高端 那 基层工作福利待遇应该不错吧 一个月怎么也得万八千的吧 睡前 两千五 那灰色收入多吧 谁找你们办事不得给点红包啊 那你家庭条件肯定不错 要不然这点钱够干嘛的呀 我家庭条件一般 这 这不重要 你生日是几月几号 我八 八七年 八月二十六日 我觉得你哪儿都好 我也挺喜欢你的 就是咱俩这八字啊 不合 所以你回去跟徐阿姨说呀 这咱俩以后 就别再联系了 不好意思 请问我可以坐这儿吗 亲爱的 你休息一会儿我来扫吧 不用 你歇着吧 我不累 不是一个小时之前刚扫过吗 怎么又扫啊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叫扫成会 能把家里的会训都扫走 你干嘛去啊 是 好 会计都转走了 怎么样 有没有感觉什么不一样 还好吧 不应该啊 应该区别挺明显的呀 难道我鸡脚嘎啦里面 没扫干净 该扫一次去 感觉到了感觉到了 焕然一醒 是吧 家里就这一种吗 嗯 就这一种 难道 你 你还想用 兔点螺纹帐 想什么呢你 我算过 红色比蓝色更忘乎 懂不 亲爱的 别折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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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能行呢 你懂不懂啊你 你等我回去买 哎 亲爱的 都买回来了 还等什么呀 你别闹行不行 这日子算不对是会出错的 不用算 今天是安全期 幼稚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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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个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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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鸟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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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能行吗 怎么不行呢 只要姿势对 绝对没问题 来 你猜上来试试 感受一下 对 腿边往下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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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不行了 我坚持不住了 腿算了 不行不行 有啊 来 你坐上来 这 那我以为了 这 你干什么了 还不可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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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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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研究什么呢 也帮我算算呗 那 那我先去睡了 你也别老熬夜熬 下周咱们领证吧 我生日那天 什 什么 我算过了 五年之内没有比那天更好的日子 那天领证特别激励 你 你这是在跟我求婚吗 那你到底去不去啊 嗯 哎呀 一起吃饭去呗 王姐他们还等咱呢 我不去了 你们去吧 我 我想减肥 减啥呀 我这样都没减 你还减 走吧 我不去了 下次吧 你们去 那行 我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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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妈 是我 你 你挺好的吧 我爸呢 我爸现在身体好点了吧 你让他少抽点烟 抽多了对身体不好 妈 我工作挺好的 我就是想有个事跟你商量 前段时间 我生了一场病 手头上没钱了 你 你能带两千块钱给我吗 好 好 不用不用不用 你别过来看我 我现在已经好了 好了好了 对 挺好的 好 好 我会注意身体的 好 妈 那个我钱收到了 发个信息给您啊 好 妈再见 你怎么才来啊 再晚点都过好时辰了 你知不知道 拆开看看 弄清什么是正事行不行 先听听东西去 又不差那么一会儿 拆包裹能费几分钟啊 拆开看看 生日快乐 你 你干什么 你故意的吧 我 我怎么了 我给你买生日礼物有错了 你要是不懂就别瞎安排行不行 我之前算过 我穿白的最不吉利 你见过我有白衣服吗 这不害我呢吗 进去登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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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rootsälus 回来 九号 六号 考虑好了吗 那行 先把证件给我吧 刘晓影 你到底是八几年的 我八六年的 唐敏 怎么了 唐敏 你干什么 唐敏 你玩我是吗 是我玩你还是你玩我的 是你说要来领证的 帮我狂来了又六号是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说你八七年的吗 谁说我是八七年的了 第一次见面 你不是说你八七年的吗 我 我 我就是想把自己说小一岁嘛 我又不是说给你听的 不行 给我滚开 听见没有 就 就因为这个 你就不要我了 我 我对你那么好 刘晓影 你看看你的样子 咱们往街上这么一走 有人会说咱俩般配吗 我追你 完全是因为我需要一个八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出生的伴侣 因为他最能忘我 懂吗 他可以是阿猫 可以是阿狗 可以是张三李四 你耗了我大半年的时间 我为了运势 连身子都给了你了 不要再自作多情了 行不行啊 我明白了 就是因为我的生日 所以那天他才在教室做出那样的举动的 对吧 其实他除了迷信以外对我挺好的 我本来想找孟医生帮忙和他聊聊 让他不要那么左火入魔的 可是他都听不进去 所以孟医生建议让我来看看你们 小姨你放心吧 真夸小组专制这种奇葩渣男 我们一定会替你出这口气的 出不出气倒也无所谓 只是觉得他还年轻 一直沉迷于这种事情 这一辈子就毁了 都这个时候你还为他着想 真体贴啊 你忘了他是怎么欺负你的 本来 我也配不上他 胡说八道 小颖 你给我打起精神了 是那个跳大神的配不上你 小颖 这件事就交给我们吧 好吗 谢谢你的 聊得差不多了 该你了 跟我来 请 你还记得他吗 他好像有点眼熟 但是我们应该没见过 装吧你就 我猜你也不敢承认你干过的那些好事 他 你个情少 我想起来了是你 想起来了吧 我就是那个差点被你猥胁的患者之一 我去你那是疗伤的 你干嘛那样伤害我 对不起 你说什么 我说对不起 你怎么不辩解一下呀 真的很抱歉 因为我一时的冲动 才对你做出那种事 如果有机会 我希望能够弥补你 你 该说我都说了 还有患者在诊处等我 我先离开了 好 李小姐 李小姐 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不了解 你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 我叫唐敏 唐朝的唐 敏感的敏 一九八四年出生 鼠鼠 巫上之鼠 五行鼠金命里缺火 我是摩羯座 上升金牛 月亮双鱼 另外 我和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出生的人 最般配 没了 难道李小姐也对深沉八字有所研究 那么我告诉你 弟弟 你除了说这些 还能说点别的吗 不然呢 你要听些什么呢 你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工作吧 我是辞职代业 李小姐 你不觉得这些上班族上班的日子 特不能让人理解吗 有些日子运适合可以去上班 有些日子不适合上班 万一碰见不吉利的日子上班出事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这些教条简直就是荒谬 那你靠什么养活自己呢 父母啊 李小姐 正因为我前世修行好 今生投胎 在一个富贵人家 不愁吃不愁穿 要车有车 要房有房 李小姐 这可全凭我个人前世的努力 我能冒昧地问一下 你毕与哪所学校吗 哈佛 哈佛 你